Hello,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我的频道 胖神海的球鞋生活 今天很高兴又可以为大家带来一期新的球鞋开箱影片 今天要开箱的球鞋叫什么呢 是我们的AJ13 Cap and Gone 那么这个名字很有意思 如果直面的翻译过来是帽子和长袍 很有意思的一个名字 然后今天我先给大家做一个小预告 在我的视频的后半段 你们会看到一些我的之前的一些乔13的收藏 所以不要这么着急走开 等把我的视频全部看完了之后 再走开也不迟 现在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球鞋开箱 首先给大家看一下这次的鞋盒 这次鞋盒又跟之前的乔13的鞋盒会有点不一样 它整个给我们是一种黑色的鞋盒设计 但是中间这个地方还是会有一个像凹进去 像圆圈一样的一个地方中间会有一个jumpman 这个鞋盒跟当年1997年到98年之间 发的那个最元年的乔丹13代的鞋盒非常像 当年是银色的 然后中间的jumpman是红色的 所以这个鞋盒其实跟以前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像 然后呢这次的鞋盒很奇怪 它还是用的是原来的鞋盒标 它就没有把男鞋码跟女鞋码同时标上去 所以这个鞋标应该是以前的version 然后呢很有意思的一点我跟大家讲一下 我发现乔13这个鞋子我在穿着的时候 我觉得它的鞋型就是整个鞋子的宽度 好像要比我之前穿的11代也好 12代也好都会宽一点点 所以为什么我13代其实我每次都买的是自己的true size 就是我自己原来是真正的42码 所以我买的就是42码 因为我觉得那双鞋子我穿42码 最舒服比较宽松的感觉 我为什么别的jumpman我都是买42.5呢 是因为我觉得乔丹的鞋子原来它是一双篮球鞋 但是我现在拿来作为一双休闲鞋穿的话 我希望它可以稍微松一点 不要那么的裹脚 反而就会觉得你平时在穿着的时候 你的脚会很紧很难受 包括你走了一会儿路之后 有可能你的脚会有一点点胀 或者夏天的那种时候就会很难受 所以说我一般来说我jordan的鞋子都会比原来自己买大半码 但这一双我就买整码就可以了 现在我把这个鞋盒打开 还是这个大家在吐槽的垃圾袋的纸 然后拿出一只鞋子来给你们看一下 这双鞋子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帅 然后整双鞋子就是Jordan13代的鞋型 然后它整个的upper也就是它的上半部分 都是拿这种亮亮的黑色的漆皮做的这种点缀 非常非常的帅 然后别的地方都是以这种不同的这种黑色的皮做拼接 大家都知道乔十三代它的中底的这个部分都是用那种sway 就是那种我们说的帆毛皮 也就是他们说的小羊皮做的 那么前面就是这种普通的牛皮的感觉 然后这次会有一个小小的不同点 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这一次它的这个后面这个眼睛的地方做了一个调整 它已经不是以前的那种horogram了 我给大家来个静静看一下 那么你们会看到它是直接就是一个塑料材质的一个圆圈 然后里面有一个23 有个23 然后最中间还是有个飞人在上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以前的乔十三是怎么样的 以前乔十三这个东西我们都叫它一个horogram 它是一个像那种可以看透的一个塑料 然后你看进去的时候 里面会有一个飞人的logo背后是有个23 然后它是会不同的角度去转动它的话 它是会从红变到绿会有一个渐变的过程 所以早年有一些比较厉害的一些鞋头玩鞋的人 他们有可能看一眼这个东西就知道这个鞋子的真假了 很有意思的一个点 然后我说一下这次的鞋底 鞋底的部分它是用的这种比较深的这种蓝色 给你们外面这样子包了一圈 然后里面的这个就是防滑的部分还是用的黑色 然后这次底下的这个像有个像气垫一样的一个东西 用到也是这样子一种深蓝色 里面是一个黑色的飞人的logo 然后这双鞋反正整体的感觉就给到我就是很酷的一种感觉 然后这次里面也是用了黑色的不知道能不能拍到 黑色的衬礼再加上一个黑色的Jumpman logo 所以说整双鞋子也就是以黑色为基础的这么一双鞋子 非常非常的酷炫 然后在这边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一个 怎么说 鉴别球鞋真假 尤其是乔13的一个小贴士 当然我不得不说我的个人的方法 有可能只能适用于一部分的鞋子 因为据我所知呢 制造假鞋的一些商家制造假鞋的一些工厂啊 他们经常是会根据一些需求不提不断的去提升他们的一种造假的方式啊 所以我只能给大家提供一个建议 并不是说我胖城海说的啊 这个鞋子要这样看就适用所有的鞋子 我在这边事先跟大家声明一下啊 那么怎么来鉴别一双乔13真假一个非常简单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 大家还是把鞋子翻过来啊 看一下底下的这个Hologram 如果你手边有智能手机 你要怎么做呢 把智能手机的拍照功能打开 然后呢 把闪光灯的功能打开 然后呢 近距离的去拍这个底下的这个气垫一样的东西 因为这个气垫的东西 它里面是有一些3M反光材质在里面的 所以如果你对着它拍一张照片 它上面会显示一条一条像蜂窝一样的 一格一格的反光面料的话 我可以认为这双鞋子真的可能性比较大啊 大家不要怪我讲话这么严谨啊 就是我只能说真的可能性比较大啊 因为我以前的确早年的时候 或者通过朋友或者各种途径 我有见到人家说这个东西拍照是没有反光的 就假的可能性非常非常的大啊 所以如果你现在手边有乔13 并且底下有这个的话 可以拍一张照看一看 我说的对不对啊 那么 总而言之 这双鞋我觉得非常的帅啊 所以说就控制不住就买了一双这个鞋啊 然后我相信很多男生看到这双鞋应该也会很喜欢啊 因为据我所知很多男生是很喜欢这种一色的 然后整体都是黑的或者就是全黑的这样鞋啊 就是在某种搭配的情况下会觉得很酷很帅的样子啊 那么也有一些人有可能他们的一些预算有限的情况下 他想买一双鞋子想穿的久一点啊 或者想耐穿一点啊 这是会是一双非常好的选择啊 所以呢 今天这双鞋子的开箱视频呢 我就尽量精简一点 因为后面还有很多鞋子要给你们看啊 所以不要走开啊 我现在大概的看了一下 我乔石山收藏不是很多 现在身边大概有一二三七双鞋子啊 所以我也不会有先后顺序啊 就给你们大概简单的过一遍啊 然后从这双鞋子开始呢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 这个其实是为了纪念当年元年的鞋盒 所以他又做的这样一种设计 这种银色中间带一个红圈圈的 其实是对应最早97年到98年 那个元年的鞋盒啊 然后这也是一双乔石山 然后也是8.5码啊 然后我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啊 这双是Melo 这个是我们卡梅隆安东尼的P1鞋啊 然后这双鞋子呢 我觉得很帅很好看啊 所以说买了一双 然后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近景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 以前的Hologram是可以看透的 当然他全新的情况下 他会有一层膜包在上面 有可能你看不清楚啊 然后这双鞋子是当年 也不是当年了 他当时的一个P1的鞋子 就是Player Edition的鞋子啊 所以这双鞋子因为一些质量的问题 好像在美国当地是取消发售了 所以这双鞋子呢 后来就进入了他们的奥特莱斯啊 那些打折店啊 所以我也是通过朋友帮我买了一双这个鞋子 因为我觉得这个颜色非常好看 非常喜欢啊 卡梅隆安东尼的P1鞋 第二双 第二双这双是Black Cat 因为乔丹当年有一个那个外号叫黑豹啊 也有人叫他黑猫啊 所以这双鞋是当时叫Black Cat 然后它是全黑的一个设计啊 包括鞋底也都是黑的啊 然后呢这个鞋子呢 如果我没记错 它这个上面的UP是灰映着我们当年那双黑红啊 黑红我现在身边没有 但是我早年有一双穿过的 后来回国应该丢在家里就没有穿过来啊 黑红的配色 这个上面应该也都是3M反光 就是拿手机拍照拍闪光灯的情况下 是能看到点点点点的啊 然后这双是Black Cat 然后这双是什么呢 这双是比较经典的 我们叫Chicago啊 芝加哥啊 就是白黑红三色啊 非常非常经典的一双啊 当年发的时候我也是说啊 这双鞋子我是必须必一定要有的啊 然后呢 跟这双鞋子非常非常像的有一双叫Grey Toe啊 就是整个头鞋头的部分是灰色的 那双比较有名的 大家也会叫他Jason P的 就是我们的以前贾生姬德啊 也穿过那双鞋子啊 那么那双鞋子我也是曾经有 也是因为穿过的原因啊 没有带回新石兰啊 所以说现在也不在身边啊 但是这一双芝加哥我认为会更加经典一些啊 芝加哥这双是什么啊 这双我知道是什么 这双是我们很多人喜欢的熊猫啊 英文的名字叫he got game 很多人之前有人问我为什么这双鞋子叫he got game he got game是一个电影啊 电影当中有一个男主角啊 他有穿这双鞋子 其中有一个桥段就是他到店里面去买这个鞋子啊 然后社会员给他那双鞋子啊 他就哇好喜欢啊 太经典了啊 然后他就买了那双鞋子穿着啊 所以当时这个就用了那个电影的名字叫he got game 那但是我们中国呢就一直把它叫熊猫 因为就是白白黑两色跟熊猫一样 所以这双是一个很经典的OG的配色 original的配色之一啊 这双非常非常经典啊 然后接下去两双会几双鞋会稍微有点特别啊 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鞋盒就有点不一样 就是前几年的一个乔丹普通的一个金色的鞋 黑色但是金logo的鞋盒啊 这一双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啊 这个是Chris Paul 就是我们的保罗的PE鞋啊 CP3啊 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他什么叫play edition啊 就是他上面会有一个Chris Paul的logo啊 就是CP3啊 大家都知道保罗也是乔丹旗下Nike这个 Jumpman这个team的成员啊 所以说他会有很多他的一些PE鞋款啊 所以这个就是当年发的一个夏洛特黄蜂队的 客厂配色啊 当时我记得这个客厂配色 应该是只有在美国地区发售啊 然后接下去呢 当然有客厂配色 我也肯定会有主场配色啊 那么主场配色呢 是一双白色为主基调的白色的 Chris Paul P1 鞋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上面是拿这种紫色的 秀上去的Chris Paul CP3啊 所以这两个鞋子是一对啊 当时那双客厂的是只有美国才有 但这一双是只有我们亚洲地区才有啊 所以呢两双鞋子很有意思 如果你想把它收集齐呢 你就需要花一小番工夫啊 所以这是两双 Chris Paul的P1 然后这边呢我还有一双稍微特别一点的鞋子啊 可以给你们看一下 这双当时没有买到我想要的8.5码 买的是9码啊 它上面写的是A Jordan 13 Rachel Low Q54啊 它是Q54是什么啊 是Kai 54 是就是法国每年一度的接球啊 接球 我可以把它两个都给你拿出来看一下 它上面的detail还是挺多的 有一个鞋子我把它束缝起来了 想好好保护一下啊 然后这双是一个Low Top 所以所有的第一帮的乔13 它是没有那个Horogram的啊 它都是给你一个银色的 有的时候是金色的一个飞人logo在这个后面啊 然后低筒版啊 然后呢它整个鞋子我觉得最吸引我的就是旁边的这些纹路啊 各种几何图形啊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啊 反正我就觉得啊太帅了这个鞋子啊 然后你们看到底下的这个 我刚才说的Airbubble的话就是一个接球的logo啊 它是叫什么呢 它就叫Kai 54 World Street Ball Championship啊 就是世界接球锦标赛 它每年都会在法国举行啊 每年都会出一双鞋子 这个应该是好多年前出的 然后另外一只脚呢 上面就会有一个接球的logo啊 然后很有意思跟大家说一下啊 这个鞋子它的这个Kai T-U-A-I 54啊 很多人以为它读Kai 54 其实并不是啊 我听了一些YouTuber啊 或者一些法国人说这个发音应该是读Kai 并不是读Kai哦 所以说给你们分享一下啊 差点又漏了一双啊 其实我这边还有一双13代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是我因为放在价值上的关系 所以其实我手里应该有八双乔13啊 加上那双应该是九双 这是慈善的13代 我们也叫DV13或者DOMPEG13啊 这个是一个美国这个Nike 跟这个医院之间 每年都会做一个项目啊 就是他们会把啊 在这个医院里生病 或者住着一个的小朋友啊 就会在这边告诉你他的一些故事 他得的什么疾病啊 然后呢 他们会跟这个设计师做一个配对 然后重新设计一个新的配色 当然这个鞋子不是小朋友设计 就是这个配色啊 所以你们会看到这很多很可爱的 很卡通的一些元素啊 都是小朋友设计的东西啊 所以这个鞋子呢 我觉得也是比较有意义 所以其实你们如果可以看到有15代 有这种13代有7代 还有这种啊 这个是12代还有7代啊 所以我是也有一些这样的收藏在这边 嗯 然后呢 他们最后卖完这个鞋子之后的钱 是会捐给这个医院啊 做一些慈善的事情啊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 并且我也觉得是一个很应该做的一个事情啊 所以基本上我的13代的收藏都展现给大家了 也有一些因为别的原因 所以不在身边 所以没有办法给你们看到啊 嗯 最后呢 希望大家可以给我视频点个赞啊 然后呢 如果喜欢可以分享出去 那么如果你对我今天所讲到的这些鞋子 有一些看法想跟我交流可以在底下给我留言啊 然后我接下去应该会有 啊 还会有几期开箱的视频 跟几个球衣的开箱视频也准备拍啊 因为最近入手了非常多的东西 所以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下一次与你们再见 拜拜